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4月16号 现在是上午10点 我是主持人李宇飞 一起来看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当地时间15号傍晚 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法国巴黎的地标建筑 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 凶猛的火势造成 有着将近800年历史的 践行塔尖已经倒塌 而且大火蔓延至了 圣母院的内部 虽然消防部门 已经全力投入旧火 但这座历史古迹 还是遭到了严重的损毁 巴黎圣母院发言人表示 大火大概是在当地时间 15号18点50分 从建筑的顶部结构燃起的 现场不仅有猛烈的明火 还能看到深入空中的滚滚浓烟 火灾发生后 巴黎圣母院周边 尤其是所在地 西带岛上的交通 几乎完全中断 警方也封锁了 通往圣母院的各条街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场还不断有 增援的消防力量赶来 不过索性火势逐渐得到控制 这座始建于1163年 并于1991年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物的历史古迹 避免了被完全焚毁的命运 就在四天前 尖塔旁的几尊青铜塑像 还刚刚被吊车挪走 就为了修缮工作的顺利进行 如果不是这样 也许今天我们将失去的更多 此前由于空气污染等原因 教堂的石灰石结构 已经开始出现腐蚀现象 巴黎警察局表示 起火原因很有可能 与圣母院正在进行的 修缮工程有关 但具体原因将由 巴黎检察院进行调查 虽然消防部门已经及时介入 但为了不给圣母院主体 和周边建筑造成更大的损坏 灭火飞机等重型设备 并不能派上用场 消防部门称 两个塔楼幸免于难 消防人员努力阻止了 火势蔓延至中楼 一名消防员受重伤 救火期间 许多人跪地为圣母院祈祷 目前 仍有许多艺术品留在教堂内 引发民众担忧 法国总统马克龙 也紧急赶往火灾现场 并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对巴黎圣母院 发生火灾的痛心 他表示 最糟糕的情况 已经被避免 同时 计划将筹款重建 这座标志性建筑 巴黎圣母院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 塞纳河畔 是法国首都巴黎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确认的世界文化遗产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这座建筑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 约建造于1163年到1250年间 于1345年最终建成 教堂为哥特式建筑形式 是法国哥特式教堂群里面 非常具有代表意义 和历史价值的一座建筑 教堂采用石材建造 外形高耸挺拔 其内部的雕刻和绘画艺术 以及教堂内所收藏的 13至17世纪的大量艺术珍品 也闻名于世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 教堂的大部分珍藏 都被破坏或掠夺 唯一幸免的大中 没有遭到融毁 1844年修缮工程开始 经过20多年的整修 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 昔日光彩得以重现 这几天我们连续在节目当中 关注了陕西西安 一位奔驰车主维权的事件 消费者新买的汽车发动机漏油 多次协商又遇维权难 现在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中 那这位奔驰女车主的经历 也引发了很多消费者的共鸣 昨天央视记者在西安 采访到了当时车主 我们来听听她的最新回应 奔驰女车主告诉记者 4月13号在西安市场监管局 高薪分局的协调下 她和西安立之星奔驰4S店 相关负责人 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 但她对对方提出的道歉和退车退款 目前无法接受 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出 这辆车的发动机 到底为什么漏油 车主告诉记者 目前四处奔波维权 已经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困扰 她希望此事能够尽快 公正公开解决 同时期望大家能够理性维权 我觉得4S店最大的问题 是避重就轻 逃避问题 你假设要给我退款 那你也要给我一个理由呀 如果你都没错 我凭什么接受你的退款 那事实到最后不就变成了 本来这个车按三包 你是应该换发动机 用它的话数好原话 但基于我对你的同情 我可以给你换车 那不就是验证了世界上有个观点 叫暗闹分配吗 4月12号 涉事车辆已经由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高新分局封存 并送至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 昨天下午记者也来到了 涉事的西安立之星4S店 经过与一名4S店行政人员 三个多小时的沟通交涉 对方称目前不便接受采访 同样是在昨天 央视记者前往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了采访 那么目前事件调查进展如何 涉事车辆的问题究竟何在 4S店收取所谓的金融服务费 又是否合法合规呢 西安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分局副局长刘林 介绍了事件调查进展 4月9号在街道消费者投诉后 西安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分局介入此事 在车主和西安立之星4S店 沟通未果的情况下 4月11 12号 高新分局对立之星4S店 涉嫌质量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约谈西安立之星4S店负责人 并对涉事车辆进行依法封存 委托法定检测机构进行技术检测 我们就是说对授钱是不是车辆有问题 或者有障碍 我们现在正在一一的核实 如果说有欺诈 在授钱就有带病车 迈向消费者这种行为 我们将以保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赔偿 第二对这种行为 我们将进行严肃的严厉打击 对于车主反映的西安立之星4S店 在未告知的情况下 通过个人账户收取 一万两千五百七十五元的金融服务费 并且没有开具发票 只开具收据的情况 调查组已经封存4S店相关账目 开始全面调查 对这个收取金融服务费 我们也明确表示 要进行这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绝对不允许收取 一个是立之心自身 没有金融服务许可 只有奔驰人的总部有 金融服务费转到个人的账里头 在经过程中 我们认定 就是不开发票这种行为 涉嫌透水漏税 就是我们的税务机关 已经马上进入现场 对它所有的收款手据进行核实 太平侯奎是中国历史明查之一 产自安徽省黄山市侯坑村一带 与其他的绿茶开采早 赶早逝恰恰相反 太平侯奎开源最迟 也上市最晚 今天太平侯奎正式开采 央视的记者任轩 此时正在核心产区侯坑村 那今年的产量品质价格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他 任轩你好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 好的 雨飞 那么我现在呢 就是在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 新名乡侯坑村 没错 这儿呢 就是太平侯奎的这个核心产区 那么今年这儿的茶叶的种植面积呢 大约有一万亩的样子 今天正是开始采摘了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侯坑村大概的地理位置 它是位于太平湖畔 在群山的怀抱当中 那么太平侯奎就是生长在这样 海拔300米到800米之间的这个山谷里 那么当地的茶能们告诉我 由于今年春天持续了低温多雨的天气 所以今年开采的时间比往年要推迟了四到五天的样子 但是由于茶叶它的生长周期要更长一点 所以今年茶叶的品质呢 其实是要优于往年的 而且今年这儿一万多亩茶园 它的产量预计会达到15万斤 比去年要提高五到十个百分点 太平侯奎它和一般的绿茶不一样 就像您刚刚说的 它的开源时间呢是比较晚的 一般是在古雨后 而且它的采摘的这个周期呢是非常短的 只有15天左右的时间 所以从今天开始 这儿的茶能们呢就进入了最忙碌的茶季 同时这个小村子也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刻 这会儿呢大批的这个采茶工和这个茶叶的客商呢 已经陆续的到了这个村子里来 给这里增添了不少的这个人气 当地的茶能们告诉我呢 其实太平侯奎它的采摘呢是非常有讲究的 第一个讲究就是时间上的讲究 你看啊它的这个叶片呢是非常大的 为了避免日照的这个时间过长 对于这个叶片的这个水分损失过快 所以它的采摘时间一定是在中午之前 这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鲜叶的这个水分和它的鲜度 那么第二个讲究就是 您看啊这个 它的制茶的这个标准一般是保证这个采 这个一芽两叶五到七厘米长的这个长度 但是它的采摘并不是按照这个标准来采 而是怎么采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前面这个大姐 大姐您这儿这儿是今天早上都刚采的对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大姐采的这个鲜叶 您看啊它大概有十几厘米长的这个长度 而且大概是一芽这个是三叶 而且我翻了一下这里面最多的还有一芽四叶五叶都有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第一个是为了增加这个提高这个采摘的这个速度来抢时间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因为为了避免采摘工的这个手法和熟练程度的不一样 来影响茶叶整体的这个品质 所以这个初采的这个鲜叶呢 还会经过专业的这个制茶工人再次进行进一步的人工挑检 和这个统一的整形之后才能制作茶叶 这样来保证茶叶统一的这个标准 那么其实太平侯葵它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工序一共有十一道 而且全部都是这个纯手工 一直到现在都一样保持着这样的模式 它的制作工艺呢 还被纳入了国家级非遗的这个名录当中来 那么在侯坑村我们也了解到 大概有五百户左右的一个茶农 可以说这儿的家家户户都是以种茶采茶制茶为生的 而为了保证这个茶叶品质的这个统一呢 今年当地还首次把一些这个采茶种茶制茶的这个要求和规定呢 纳入了当地的这个村规名约当中来 同时为了提高茶农的收入 也为了打造这个太平侯葵的这个品牌呢 当地是采取了这个公司带动农户的这种模式 也就是说茶农们按照这个公司统一的这个要求来进行订单式的这个加工生产 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销路同时呢也确保了这个品质 我们也了解到根据相关部门的这个评估呢 目前太平侯葵的品牌价值呢 已经超过了26亿元 虽然今年的这个价格跟往年来说呢 是持平的大概美金在3000元到6000元之间不等 但是因为今年的茶量有所提升 所以我们也从当地政府了解到 今年这儿的茶农的收益呢 会比往年提高5到10个百分点 预计人均的收入将会超过3万元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财经报道 再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国家统计局